大家好,很多人在用白菜调馅的时候都喜欢沙水,其实这样会浪费白菜的很多营养。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家最常用的做法。 调出来的水饺馅料原汁原味,汤汁丰富特别好吃。 咱们先来和面,这些是500克普通面粉。 用280毫升的清水来和面,水要用撩水。 像这样一边加一边搅拌,先把面粉搅成絮状。 再下手揉成一个光滑细腻的面团。 像这样就可以了。 盖上一个干净的纱布饧面20分钟。 抽这个时间来准备馅料的部分。 一颗大白菜把根部切去,再把菜叶给一片一片地分开。 然后用流水把每一片菜叶清洗干净。 洗好以后,再放一边控水备用。 准备500克新鲜的猪肉,先切成小块,再剁成肉馅。 肉最好是用八瘦两肥,或者七瘦三肥的。 这样调出来的馅料才好吃。 准备一段洗净的大葱,根肉放到一块剁碎。 一小块生姜,先把它切成姜末。 然后也和肉馅放到一块来剁,这样可以让肉和葱姜更充分地融合。 剁到像这种,带些颗粒感的状态就可以了。 先盛到一个大盆中,加入适量的盐调味。 胡椒粉,去腥还能增香。 一小勺五香粉,一勺生抽,一勺酱油,可以增加酱香味。 然后用筷子,顺一个方向多搅拌一会儿,让肉充分吸收一下调味品。 搅拌到这种,有些粘稠的状态就可以了。 放一边腌制十分钟。 接下来准备一份料油,这也是馅料好吃的关键。 锅中加入两勺适用油。 油热以后下入一小把花椒粒,小茴香,几片香叶,几个八角还有几片陈皮。 提前切好的大葱段,姜片,洋葱丝和香菜。 用小火,把这些食材的香味给炸出来,让香味完全释放到油里。 炸到洋葱表面变成这种焦黄色就可以了。 用一个小照例把食材捞出来,用力挤一下里面吸收的油分。 把油倒在一个小碗中备用。 控干水的白菜,把它几片落在一起,先切成条,再改刀切成小丁,尽量切得细腻一些。 切好以后,全部盛到一个大盆中。 加入适量的食用油,用筷子搅拌均匀,这样可以防止白菜出水。 好多人做这一步的时候,喜欢先把白菜沙水。 这样的话,白菜的营养就会大打折扣。 搅匀了以后,先放一边备用。 刚才腌制好的肉馅里,加入一勺放凉的料油。 先用筷子给搅拌均匀,让肉吸收一下料油。 再把刚才处理好的白菜,也全部倒进来。 搅拌均匀,这样一份温起来就很香的馅料就做好了。 案板上撒些干面粉,把醒好的面团取出来不要再揉。 先用手从中间钻出一个洞,再像这样整理一下。 然后一边拉伸一边摔打几下。 从中间对半切开。 再把它整理成一个长条。 然后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。 切好以后,在表面撒上干面粉。 用手搓揉开防止粘连。 再把每个面剂像这样整理一下。 然后用手压扁。 接着用擀面杖,擀成厚度均匀的圆皮。 取一张面皮拿到手里,中间填上适量的白菜馅料。 先把面皮对折过来。 然后从一侧往另一侧,用这种手法把它轻轻地捏合。 每一下都要捏出褶皱。 这样一个经典的月牙饺子就包好了。 锅中水烧开了以后,再把这次要吃的下锅来煮。 全部下完以后,用铲子沿着边缘轻轻地搅动几下。 注意不要直接去戳饺子皮,这样外皮容易破开。 盖上锅盖,用大火烧开。 水开了以后打开锅盖。 打入一次凉水。 这种带肉的饺子需要打水两次。 每次打完都要盖锅盖烧开。 一直把饺子煮到,变得胖嘟嘟的,而且能自己浮在表面就可以了。 这样咱们的白菜肉馅水饺就做好了。 外皮既柔软又劲道。 掰开以后,能看到里面的汤汁特别丰富。 咬一口直爆汁,吃的时候还可以调一份自己喜欢的蘸料。 一口一个,真的是太适合这个寒冷的冬天了。 趁现在正是吃大白菜的季节。 赶紧把视频收藏起来,给家人做一锅吧。